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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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绝对合理 任何有问题的车子都考不过我的法眼 我有三大保证 泡水车不卖 上车不卖 四部车不卖 不愧是第一把交椅 蔡董做买卖的原则 让他生意兴隆 您瞧 眼前不就又有一部车开来了吗 这个人 这部车 还真眼熟啊 谢谢您好 买车还卖车啊 老板 我姓詹 哎呦 怪怪 不是姓陈吗 怎么这会儿姓詹啦 看看这部车 明明是租来的 怎么拍照好像不太一样嘞 哦 詹先生你好 嗯 是这样子的啦 我听说你做生意最实在 所以我想把这部车卖给你 哦 卖给我啊 对对对 热门车种啊 我看看啊 来 经过蔡董专业的眼光检查 发现这部车啊 不但车况结佳 还是热门车款 他心里明白 不用多久就可以高价转卖出去咯 诶 詹先生啊 这台车啊 以市价来算 可以卖到这个价哦 四十万 老板 其实我想跟你打个商量 蛤 你是觉得这个价钱还少啊 不不不 您在业界的声明 大家都知道 卖四十万合理 不过我的意思是 因为最近债务逼得紧啊 就是几个现金 不然我也不会卖了它 可不可以商量一下 先拿个二十万现金 那剩下的就随便算一算 因为好处 我也解的为如何 这意思是说 只要给这位姓詹的二十万 便可以用更低的价钱 收购这部车咯 嘿嘿嘿 这么好康的事啊 不答应就是傻子 但这车的来源 会不会有问题呢 麻烦给我看一下 你的资料 核对了车子的资料 确认无误以后 蔡董和詹先生各取所需 皆大欢喜地完成了这笔交易 隔天 当蔡董将这部车展示于卖场没多久 马上就有生意上门了 老板 请问这部车 哎呀 年轻的你好眼光 来来来来 你看 这台是今年全新的车款 散亮亮 车况家 而且绝对不是倒水车 脏车 四部车 果然不出第一把交易所料 这台车已高价卖出 嘿嘿 蔡董乐的咧 打铁要趁热 很快的 蔡董交代公司小弟去办理过户好收钱 不过 这问题来喽 喂 什么 不能办过户 别开玩笑啦 什么 资料是假的 是伪造的 你你你不要开玩笑 怎么会是假的呢 哎 就这样 蔡董一世英名 尾鱼一旦 不仅损失了二十万 还将商鱼给劈了进去 哎呀 我被骗了 我被骗了 假租车真诈彩 诈骗集团到底有什么神通 能让这台车满天过海 让车行业者损失惨重呢 首先 诈骗集团会利用非法途径取得人头与车籍资料 然后根据这些资料到租车行去寻找合适的车管 经过一些加工的过程 把内在和外在整个力翻了一番 嘿嘿 这一部车啊 乍看之下 已经不是租来的咯 最后 洋装缺钱继续周转 愿意以低价卖演中古车商 好迅速取得现金 不愧商量一下 先拿个二十万现金 那剩下的就随便算一算 你会有好处 我会解的为如何 就是这么恶劣啊 短短三天七十二个小时便让蔡总身败名裂 哎呀 我被骗了 为避免自己称为诈骗计划利用的对象 第一 就是不随意找人代办车辆相关的手续 一旦个人车级资料梦入诈骗计划的手里 很有可能你就变成了偷天换天的对象咯 第二 不购买来路不明的商品 老话一句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容易到手的也容易出问题 类似像车辆买卖这种大额交易 谨慎一点总是安全的 我可可以商量一下 先拿个二十万现金 那剩下的随便算一算 你的好处我会解而为如何 好啊 当然没问题 这样好了 我们马上把过过程序办下 很快 等到一切都没问题 二十万当然就没有问题了 那当然 那当然 我先去前面买猫烟 那路有点远 我想我开车去好了 好好好 要回来啊 好 会会 别忘记了啊 别忘记 您瞧 蔡董这不就化解了一场危机了吗 接下来还有一种买卖交易的诈推手法 值得您留意哦 这一位是管太太 结婚两年 目前怀孕在家 不简直于 常和姐妹套电话聊天打发时间 这一位呢是管先生 事业有成 老婆怀孕之后 原本两人共同的休闲兴趣 打网球也只能一个人去了 老婆 打球啦 老婆 老公 你 什么时候回来啊 小柔 我觉得我老公最近怪怪的 他只是出去打个网球 又是喷香水又是抓头发的 是哦 以前你们一起打球的时候 也会这样吗 也是会啦 可是我觉得他最近是比较刻意耶 那你怀孕后 他都跟谁去打球啊 嗯 就一些老的球友啊 小王 劳理 总经理 还有 小霞 小霞 这两个礼拜他都开新车来借我老公 还把执法烫成卷法 又瘦身又美容的 这是见鬼啊 哎呦 该不会是因为你怀孕了 不能那个啊 你知道吗 所以 哎呦 我不要乱猜啦 我可不是八婆哦 你没关系你说啊 好 我觉得 你还是小心一点比较好耶 因为 我听说 很多男人 在老婆怀孕的时候 都会出去 偷吃哦 那 那我该怎么办 怎么办 当然是去找真信社调查清楚咯 真信社 我上哪找啊 哎呦 报纸翻开就一大堆啦 随便找找都有啊 哎哎哎哎哎 我可不是八婆 我不是那种爱乱讲话的人啊 就这样 本来只是跟朋友抱怨一下老公的管太太 被姐妹涛有意无意的这么以说 一颗心 简直要沉到谷底咯 没多久 管太太就带着忐忑不安的心 来到了真信社 管太太 目前的状况 只是你先生 疑似有外遇 未必真的有外遇 不过 你聪明 懂得找真信社合作 我看你不只聪明 而且非常幸运 因为你找到了我 这是我的名片 请多指教 我做这一行很久了 由到是 真相 越长之道越好 而效率 跟真相 正是我本人的最大特色 而且收费十分合理 你绝对可以放心 把这件事情交代给我 那李专员 我什么时候可以知道结果 别急 在没有十足的把握之前 我是绝对不会轻易出手的 必须先做点前置作业才行 前置作业 什么前置作业啊 首先 必须厘清 你家里的经济状况 请问 你们家的年收入是 大概 两百万左右 两 两百万 有问题吗 那你们家管钱的人是谁 是我 不过每个月都会给我先生一笔零用钱 那这笔钱花到哪里 知道吗 这 我 管太太 你先生平常的作息 和生活习惯是什么 生活习惯 都做哪些修行活动 他会打网球 一方问得强气 另一方答得透彻 这一问一答之间 让李专员掌握了管先生平时出入的场所 和生活细节的所有资讯 过了一段不算短的时间之后 管太太离开了征信社 李专员立刻采取行动 不过 这行动 小黑啊 我老李啊 我最近有一个不错的case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这一天管先生打完网球 正准备去牵车的时候 你 你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新手开车 不太熟练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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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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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请你教我怎么停车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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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美女请教 绅士当然不能拒绝了 不过 小姐 您这个位置 似乎不必如此靠近 你也打完网球啊 你怎么又来了 这位小姐 你又很奇怪哦 我姓管 小姐贵姓 我姓姓 姓姓 姓姓 什么啊 姓姓啊 人家都在我小焦焦 或者是 小辣椒 好 幸亏 不好意思 接个电话 喂 可以了吗 好 OK 管先生 我要走了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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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天下是无奇不有 各位看官 睁打你的眼睛 咱们继续往下看 这照片里的男人 不就是管先生吗 嘿 没错 李专人手上的照片 正是那一天好心帮忙的齐玉 但不知内情的管太太 可不这么想哦 没想到 她真的背叛我 管太太 我们可是花了很大的力气 并且 没想到 她真的背叛我 并且 增加了很多设备 还有能力 才完成这次的任务 所以 所以 所以我们当初谈的价钱是十万块 那由于这一次的任务 她的挑战性 比我们当初谈得还高 所以 价钱还要再往上提一点 你说你要多少 五十万 五十万 就让你把照片带回去 管太太气得是蹊跷人烟 此时她的眼中只有照片 不管对方铠加多少 通通打印 各位看乖 这个呢 就是 假征信 真诈才的案例 男的蒙兽不白之冤 女的被人当铠子耍 您是不是对这对夫妻的遭遇 寄予十二万分的同情呢 花钱是小 但幸福美满的婚姻 遭人孤陷 从此破碎 可就严重了 那 那我该怎么办 怎么办 当然是去找真信社 调查清楚咯 真信社 我上哪找啊 报纸翻开就一大堆啦 随便找找都有啊 不对不对 想委托真信社 必须寻找口碑良好 又合法立案的才对 否则就很有可能遇上 不肖的真信业者 和诈骗集团联手出卖的窘况哦 首先 必须理清你家里的经济状况 请问 你们家的年收入是 大概 两百万左右 你先生平常的做习 和生活习惯是什么 不消业者 会先打探你家里的经济状况 一旦确定有油水可漏 就会将资料泄漏给诈骗集团 小黑啊 我老你啊 我最近有一个不错的case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然后呢 有诈骗集团直接替委托人的需要 创造满足 利用新人票的手法 自导自拍字典 这些断章取义的照片 饥渴乱真 让人不幸都难哦 趁委托人信义为真 方寸大乱的当下 编造天花乱坠的剧情 狠狠地聪明一笔 他真的背叛我 那由于这一次的任务 他的挑战性 比我们当初谈得还高 所以 价钱还要再往上提点 你说你要多少 五十万 五十万 我就让你把照片带回去 更狠地会双管齐下 先打电话向被害人勒索 被害人啊 如果心虚 我当然会想要花钱消灾了 管先生 是 你好 我不小心拍到你外遇的照片 所以 我想跟你借点钱吃吃饭 若是被害人心中坦荡荡 坚守清白呢 你说 想勒索 神经病 先别急着挂 你想想看 如果我把这些照片散发出去 我不知道你的朋友 还有客户 会怎么想 他们会不会想说 管先生的太太怀了孕 就到外面偷吃 难看啊 难看 他们便以恐吓的方式 让你不能不乖乖付钱 然后再把照片 卖给另一半 两边得利 当被害不羁还在吵得不可开交时啊 歹徒老早就拿着钱逍遥法外喽 提醒各位看官 遇到婚姻问题 一定要理性沟通 找出问题的症结 并以正面的态度去解决 对不起 我误会你了 对不起 我忽略你了 各位观众 透过本节目 反片特勤组 一系列诈骗类型介绍 您是否比以前更了解 诈骗集团的行骗模式呢 但是 诈骗手法任心愿意 将来可能还有更多的诈骗新招 所谓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唯有不断的吸取新知 谨言慎行 才能保护自己哦 如果不幸落入诈骗陷阱之中 提醒你 一定要记得冷静报警处理 若有任何诈骗问题 也可直接拨打165专线咨询 版片特勤组节目 至此全部播映结束 谢谢支持与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